也是李向怡 也是李莲花 诚意 因为我这有一个小卡片 是我们的导演 呼呼导演 托我 今天早上发给我的 因为他们来不了 所以想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读给大家听 不好意思 呼呼导演因忙于工作来不了 导演让我带句话 感谢这个夏天 粉丝们对莲花楼的抬爱 每部戏都会有遗憾 也会有收获 导演说了 会继续努力 拍摄更多的作品 带给大家 我们的呼呼导演 还有我们任海涛导演 还有我们无数导演 李炳南导演 因为有了他们 才会有我们莲花楼 好了 我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我就简单说一下了 接下来 好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 在这个夏天 有莲花楼 陪伴大家 是一个 令人难忘的夏天 因为 有了你们 才有了这样的成绩 莲花楼 是大家的 少了任何一个人 都不会有现在的成绩 我也特别特别要感谢的是 台前幕后的老师们 因为是他们的每一滴汗水 和付出 还有每一位观众 和每一个联络人们 真的 真的是因为有你们 我们莲花楼 才会被更多的人看到 也会 我们的莲花楼 才会有这么可爱的一部剧 我想说的是 或许 镜头前的观众们 还有下面座的联络人们 或许曾经 每一个人 有热血 坐着大侠 怀揣着天下第一 但是我想和你们说的是 无论成功与否 当潮水退去之后 我希望你们心中 都有一株 属于自己的莲花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所有的联络人们 演员们会好好演戏 给大家看 谢谢 谢谢 这个夏天 感谢所有的联络人们 刚刚其实 大家说了很多话 我们一起给大家鞠个躬 好不好 感谢各位 这个夏天